这个老奶奶太牛了 62岁的高龄出来创严 竟把餐馆做得风生水起 可令人不解的是 生意越是火爆 她就亏得越多 如今餐馆开了15年 她也亏了15年 工作人员问她 奶奶这样倔强坚持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这当日本高分节目 专门跟拍穷人生活 并会帮他们实现一个梦想 眼前这个破旧的集装箱 就是奶奶的餐馆 工作人员一进店 奶奶便热情地出来迎接 如此幽默的介绍 让你也有点忍惧不惊吧 给人一种怪奶奶的感觉 这个性格真的很讨喜了 我们再来看看店内情况 餐馆不大才9个平方 却能容纳31人就餐 餐桌也是十分整洁 奶奶继续自我介绍着 以前一直在鱼店工作 一直做到62岁退休 但以后该怎么活下去 正当她一筹莫展之时 一个朋友跟她说 就是这句赞美之词 完美将奶奶带入坑 62岁高龄开始创业 并开出年年亏损的店 当年她将仓库改装成餐厅 你一定很好奇 她开店花了多少钱吧 奶奶实在太开朗了 她梦想着快乐人生就此起飞 但实际究竟是什么样的店呢 酱油一瓶瓶的倒 食盐一包包的洒 食物放多少调料 全凭她的感觉 这豪横的料理方式 都把晴天香迷糊了 奶奶每天七点到店后 便着手准备20人以上的餐食 这高颜值的美味把嘉宾看呆了 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就在她忙碌之际 一位大姐走进了厨房 一看就是老打工人了 接着又来了一个大爷 工作人员还一脸懵逼 这是什么情况 原来他们都是老友 一有空就来当帮忙 其中气氛担当还得是李姐 她号称周一之女 这么可爱的朋友 真的让我羡慕了 当年她拿出了全部积蓄 把集装箱改造成餐馆 最开始主要是分享给朋友 随着口碑的炸脸 生意变异常火爆 既然如此 你绝对会疑惑 咋还会年年亏损呢 答案就在奶奶的价格上 两个小时后 菜品做了足足20多种 并按照自助餐形式售卖 客人可以随便吃不限时 而且一顿只要500日元 相当于27块人民币 更让人震惊的是 而且小朋友和85岁以上的老人 也是免费 把我都看呆了 这样的白菜家 加上如此人性的设定 怪不得奶奶年年亏损 经过两个小时的忙碌 已经到了餐馆开门的时间 客人一下蜂拥而至 坐满了这间小餐馆 你看这位食量惊人的少年 现在正在家第五晚饭 奶奶不但不在意亏损 还高兴 直接给这些干饭小伙 打了折 这顿禁止收300日元 这样的火爆场面 直到下午两点半 客人散场才结束 这是气氛正好 工作人员趁机 问出他一直疑惑的问题 成本能拿回来吗 店内生意火爆 店外排起长龙 但你怎么也想不到 因为价格便宜 奶奶不但不赚钱 还得每个月从退休金里 拿出5万日元贴进去 如果她每个月都亏5万 那15年算下来 她已经亏了900万日元 也就是50万人民币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把价格提一提呢 没想到奶奶非常坚定 可这样的硬核奶奶 却有着极其悲惨的人生经历 她在10岁时就失去了母亲 而后妈不但不让她上学 还让她去做保姆赚钱 保姆做到16岁还在做 让她不得不干了三年还债 23岁她结婚生了三个孩子 一直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 为了补贴家用 她白天在鱼店打工 晚上去做纺织工人 没想到她没日没夜工作 却给了丈夫出轨的机会 丈夫在去世前坦白 她有六个情人 未免也太过分了吧 没想到奶奶却说 明明是丈夫不忠 她却指责自己不好 这样的经历也太人心疼了 但奶奶并未就此消沉 而是在57岁那年 骑着摩托车环游日本 花了三个半月 跑了一万公里 在旅行时 为了帮助别人 她几乎捐掉了自己所有的钱 同时她也得到了很多陌生人的帮助 而这段美好的回忆 促使奶奶经营了这家 人情味满满的小餐馆 这也是她不说外地人餐费的原因 奶奶有一个日记本 看得出来 奶奶是个非常感恩的女人 从旅途遇到的好心人 到现在餐馆帮忙的老友 都一一写在了日记里 那奶奶这次的梦想是什么呢 她说 想去看可乐饼的现场演出 可乐饼是日本知名搞笑艺人 丈夫是她的忠实粉丝 两人约定一起去看现场演出 但如今丈夫不幸离世 这个约定也只能作罢 对于这个梦想 节目组立刻答应下来 第二天 奶奶精心打扮赶到现场 戴着丈夫的手表 好像这样就能实现约定 看到奶奶高兴的样子 真的希望她能一直开心